來 這邊問一下思安 說林園的土地宮超靈驗 對 讓信徒開完刀不到 一天就能騎機室的站起來 對 你想快一點好不好 一天就能騎機車 我說騎站起來 她是我一個聽眾 以前我主持廣播節目的一個聽眾 一個大姐 這個廟是在林鄉的福德宮 就是學生 土地公買了 福德宮 對 然後她就是因為大姐很重 很胖 百幾公斤 兩隻腳腳腳腳 所以無法承受 就都要走路 都要捏歪 實在是太痛了 痛到也沒有辦法走了 所以她就一定要去開刀 因為那是她的地方的那個 自己的庭廟的廟 所以她就去問 問這個福德宮的土地公買了 然後她在那邊也敗到很有感覺 然後她就問她說 我該去開刀嗎 土地公買了就跟她說 要 要去開刀 然後她給了兩三個名單 她就問土地公買了說 我來找這個名衣 或是來找這間給我先開的 或是找這個地方的這間 結果土地公買了指示的是 你不要找名衣 你去找給我先開的這間 她心裡也想說 給我先開的也不知道開得怎麼樣 雖然知道都醫生很好 你這兒子也很愛問 還有我很愛懷疑 很會問 很會問 結果她就真的去選到這個 心開的這間 她說那室內都很好 愛去的時候 她跟土地公買了也有一個感應 土地公買了會來送她的身 她就會一直吭氣 像老大人這樣吭氣吭氣 她躺在那個手術床 準備要進去的時候 她就感覺土地公買了陪著她 她就在那邊一直吭氣 一直吭氣 然後再加上打麻醉 她就很自然地睡著了 那等她醒過來的時候 她覺得很奇怪 她事後跟我分享 她說奇怪 她都不會痛 都沒感覺 竟然15點之後 竟然她自己不用人勾 不用人糊 她就背起來 可以這樣簡單走一下 然後就很快很快地 就慢慢痊癒了 所以她覺得說 很獨信土地公買了 後來她也曾經帶我去求土地公買 去保債口之類的 來 我們就問一下林製作 您認識一位東港的總幹事 發願蓋廟之後 他不但病痛消失 神明還幫他找怕事 沒錯 這一間廟就剛剛那個斯安講這間 再往北一點點 車程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他這個總幹事叫做 像我那樣 像我那樣 外表 早上六十歲外表 金工什麼什麼裡面 替光新生 外牆中幹 其實他一身兵工 但是都是土地公在幫他 護護體這樣 他其實這個人很傳奇 二十多歲做兵回來之後 他就做那個轎車的租刃 他那個時候二十波部車 其實樓賺就錢了 但是他感覺說金錢不是萬能 因為他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們家族性有那個僵持性脊椎炎 他說他這樣一個人走路 都不會玩笑的 後面好不容易靠藥物 把他控制住之後 他就感覺奇怪 他整身都頭髮型鬧頓頓這樣 他說他經常都這樣 站起來想坐坐下來想躺 躺下去就沒想說要爬起來 結果去檢查之後 醫生跟他講說 他的心臟比較浪漫跳 這樣一分鐘跳七十二項 他只有三十六項 醫生說你這個 如果沒有特別注意的時候 你的扇手打不開 腦部卻要做植物人 那怎麼辦 很嚴重 他叫裝一種叫做心臟節律器 他讓你的心臟像打磅不一樣 他是規律的這樣子 但是他有個缺點 十年要換一顆電池 後面我發言說 解決心臟才嘴巴不開 原來那時候都交進 那時候都補兵了 他檢查發現口腔癌 他那時候因為那個病痛 一直來 人都不會蓋 他會覺得萬念俱灰 他會覺得好 不然整齊 身體就交給八公仔去發熱 他要幫八公仔做志工 他說怎麼樣 他說他做一天 賺一天 其實也很豁達 結果人家當時感到說 第一次放輕鬆 三天 三天讓你找到醫生 很厲害 第二天那時候 因為他們家是 因為他都在敷地公 他老婆在開冰店 他老婆的閨蜜找他 手要尋找 要去問美 但是說你怎麼看你這樣不接 他說對 我老婆就到口腔癌了 他說這樣剛好 他剛好他們同學的老婆 對著哪會兒 去台北一個羅醫生開好 他說這樣不錯 問一下之後說去拍刀 就去開 他怎麼這樣 他說開得很順利 感謝徒弟公 為什麼 沒耐一睡 會開的 不會耐一睡 你知道嗎 不會凹一個洞 有一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他說這樣 麻天全煎著 水氣沖著 他就刺起來 管他做夢 因為八公仔這樣是什麼意思 他說 甘米是 心裡面一個靈感 甘米想說要去廟 要發揮 跑到廟裡面 咕咕咕 三個聖杯 他沒有當機 就問了一下說 沒有錯 他那個 沒有 要來發揮 叫蓋廟 結果就聘任他為 建廟的總幹事 大家很努力 八九年前已經蓋好了 就是當天尊導你的 很安慶 蓋好之後他又不開心 不是 不輕鬆 為什麼 他們女兒在美國特殊室 怎麼會這樣玩樂 人是寒蠻燒 他們太厚燒 他怕他們女兒 後面所屬打回來之後 不好 賀 太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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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一個公德主 企業家 關五百萬 落成 慶成的時候 要幫人說 要來那個請客 他就想說 這樣剛好 他們女兒有回來台灣 不然我們來討請 結果那個大企業老闆 差不多六十歲左右 看到他們十五女兒 眼睛直勾勾 驚為天人 很快 他們女兒叫過來 來這裡賀 說比較快 他們女兒還沒帶 要看怎麼教她 快 來 加一個賀 賀來賀去之後 兩年後結婚 現在三個兒子 好幸福喔 真的 所以這個 像我兄弟的總幹事 他說什麼 雖然他的總幹事 做的是無幾職 但是他賺很多 他說第一個 他賺到是身體健康 第二個 十五女兒結婚紅 第三個 他們的冰店 沒有忘記 一整年都在忘 因為他說差不多按媽祖洗過 跟差不多農曆差不多九月份 都吃冰 我說其他的 都不會燒仙草 作無虛息 所以他們和家平安 所以他很感謝土地公幫他 他現在身體真的 你不說 不知道 裡面全無病 真的是土地公幫忙 好厲害 一個好圓滿的故事 來 我們請教一下冠宇老師 有什麼風水小蜜蜜 可以幫助我們擺脫病魔的爪牙 只要懂得在家裡面 來運作一種能量 相信所有的病魔 都可以幫你做一個排除 所以可以幫我們擺脫病魔 風水的小蜜蜜蜜 介紹第一個是 很簡單的方法 宰屋的西蘭方 西蘭方 特別要強調西蘭方 擺有平安如意的化病器 平安如意 這是不是花瓶 對 花瓶叫做平安 花瓶叫平安的時候 你看這又寫著平安如意 那這個化病器化本來西蘭 西蘭就是我們的一個宰屋當中的 我們講的鬼門關 事實上它就是 晦氣最重的地方 那我們才講說宇宙自然氣裡面的 在西蘭這個位置 它就是比較昏暗的 那個氣流就比較昏暗的地方 所以氣流昏暗自然就會累積 一種不好的氣場 這個不好氣場就是一種病氣 這種病氣如果你家裡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一團糟 一團亂 或者說你的牆壁 牆壁的壁紙剝落 牆壁的壁癌潮濕漏水 那你絕對這家沒有平安的 那你如果懂得去把它整理乾淨 壁紙剝落放好 雜物清好 那這裡面有漏水趕快治好 治好之後來放上平安如意 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這很簡單 你用玉石的 當然你不要去買那黑黑漆漆的 那個陶瓷 有些買那陶 陶是黑漆漆 你就擺上去 事實上黑上加黑 軸上加軸 那就不行 一定會亮麗 所以我就介紹一定像這種液瓶 它亮麗的瓶擺在這個地方 才能夠平平安安 所以幫你這個氣化氣 所以叫做把氣不好的清除掉 你擺上去它自來而來 就可以帶給這個空間裡面 也很強的正能量 所以你只要常年病痛的朋友 這個空間整理乾淨 又擺了之後 你的一些病魔病氣 自動就消失了 所以很容易就解決了 第二個介紹是叫 載屋的臥房擺有火焰俘魯化病魔 所以火焰俘魯你看看 這點俘魯的時候 它本身上面都要煎 這個叫火焰 就把一個像蠟燭 蠟燭一樣的 蠟燭的東西往上燃燒 蠟燭往上燃燒是火焰 火焰在燒這個地方在臥房裡面 因為臥房裡面 它本身有病魔 所謂的病魔跟病氣又不一樣 病魔是 病氣是屬於那種只有氣場而已 病魔是有無相界的那種神鬼 佛不好的那鬼靈 附在這個空間 那鬼靈來自哪裡 有時候是你的煙勤在煮 有時候你是外面去祈求 有很多以前 你看最多的時候是台灣 有那個樂透財的時候 大家樂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我來求很多 萬聖說什麼 咳咳咳咳咳 給我倒中 種樂透 一會兒請到這裡 只會請回來 不會送走 那這樣就只有魔 或者說你出去得罪了 有得罪 像我們曾經看過的是什麼 譬如說他去掃墓 掃墓的時候 尿急的時候 他們現在有些公墓 還是沒有廁所 他就瘦子尿尿尿 結果尿到一些骨頭出來的 結果把那個病魔就跟回家 那就抹 這個抹跟回家以後 就帶給這一家人 就一直不平安 那不平安這種情況 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說你只要在你臥房裡面 火焰 葫蘆 有一個葫蘆 那個病火焰在這裡的時候 加上這個葫蘆 這是火焰 因為我們的土色比較堅韌 那這個叫葫蘆 葫蘆也要買那個堅頂的 有像火焰在燒的 那這個葫蘆 如果你找到有這種八字型的葫蘆 它才能縮腰 所以那一種抹就是腰 所以我們把腰 收進在葫蘆裡面的 自然而然整個消失 這個消失你自然就化掉 那要最好的話 如果你買的這種火焰 那下面這一個用什麼 下面的這一個火焰 下面的底座裡面 能夠塞一點鹽巴 那有些我買的是 監定的底座那時候什麼 你用個塑膠袋 或者是紙袋包點鹽巴 放在底下壓住 或者是在葫蘆裡面 丟點鹽巴進去 你把膜化掉 那個膜會對我有傷害 反而我們把它化為為貴人 所以這個我就等一下寫這個 就是說葫蘆裡面還有鹿 有鹿的人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財鹿 所以我把病魔 這是對我有傷害 我反而把它化為魔 化為神化為貴人 所以不要怕魔對我有傷害 但是我可以請求他來 甚至還可以幫助我的事業飛航等等 在我的健康快速的癒合 所以我說很簡單的一樣擺設 自然而然就可以帶給我們一家人 平平安安 所以能夠把家裡面所有的魔 不好的氣場完全的排除掉 所以只要你懂得做 相信全家都是平安的 各位做參考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